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步 作者 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李高楼刚刚下了飞机 就接了一个电话 这电话呀李天元打来的 李厂长啊也没拐弯抹角 打了电话直接就说了他的用意 要钱就这么简单 陈阿娇这边的大红心酒庄要重新开业 同时啊林雅文的身体也完全恢复 春雷投资重新启动 这些事情哪样不需要用钱呢 而基本上小李同学那批黄金的钱呢 都已经砸进了红图集团和美洲虎合作开发汽车了 他目前只是花还没扔啊 没什么收益 听到电话里李天元说完了这个 李高楼就觉着一个脑袋两个大 他自己都没想到 会再回到京市的第一时间 会因为钱而发愁 尤其是他刚刚还答应了秦帆博 会在七天之内给他提供二十个一 现在李高楼就琢磨 自己是不是有些太冲动了 这么多钱上哪弄去啊 所以啊 他就坐在机场大厅的椅子上 翻开了生死簿 然后很认真地写下一个问题 如何在七天之内搞到四十个亿 写下这个问题之后 小李同学非常紧张地等待着 要知道生死簿很少让自己失望 想来这次应该也不会例外吧 虽然说四十个亿这数目自己都觉得有些多 不过想来生死簿肯定会给出一个合适的答案 终于啊 在几秒钟之后 李高楼在生死簿上看到了一个答案 上边只有一个名字 唐大富 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李高楼愣了那么片刻 唐大富是谁 李高楼当然知道 圣唐集团的老总啊 他儿子唐华灯 更是一个可爱至极的惊艳宝宝 很快 小李同学眼睛就亮了 如果说京市要短时间内找到一个 可以拿出四十亿巨款的人 看起来唐大富还真是个不错的选择 原因很简单呢 圣唐集团可都是在全国能排到前三的大型企业 真正的国际大财团 尤其是唐大富 可是有着亚洲股神的称号 那四十个亿虽然很多 但对于他来说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想到这儿 李高楼顿时就开心了 不得不说 任何时候能够找到一种办法 可以赚很多钱的话 总会让人呢 有种说不出来的喜悦 略微想了想 李高楼突然间就有了个主意 当即他拨通了一个电话 很快电话就通了 电话那边是一个有些低沉的男人的声音 你是谁 也没藏着掖着 李高楼直接说 我是李高楼 他相信这个人只需要知道这个名字 就会明白很多事 果然 那边的声音带着一丝紧张 李高楼 你想怎么样 我们的合作已经结束了 咱们现在井水不犯河水 你先别那么着急拒绝我 咱们第一次合作那么顺利 我想这一次肯定也不会差 怎么样 见个面吧 李先生 我们可没招惹你 没必要这样吧 来不来见面随你 不过我想圣唐集团呢 肯定很有兴趣 知道你们的身份 李高楼画风一转 明显是带着一丝威胁 如今的小李同学 该用的手段一定会用 可不会有什么犹豫的 尤其是对面这个人 也不是什么个好人呢 那自己想要从圣唐身上赚钱 他们实在非常适合帮自己 最终那边的声音 充满无奈的说 你 你说吧 在什么位置 一个小时之后 经是一家非常普通的小茶馆之中 李高楼看到了对面的四个人 李明阳走在最前边 那个叫苏珊的女孩 依旧很漂亮 只不过此刻盯着李高楼的目光 很不善 至于说另外两个 张征和张家凯 李高楼完全不陌生 这四个人呢 就是在东海 美洲虎合作峰会上 李高楼抓到的 那个四个诈骗犯 只不过后来 也是这四个人出手 从苏木哲的手里 骗了一个亿 本来那次合作之后 这四个人呢 就从东海离开 李高楼也没有再跟他们 有任何联系的打算 然而事情说起来也凑巧 小李同学 第一次见到昙华灯的时候 李明阳居然作为唐华灯的司机出现了 那个时候 李高楼猜到这四个人肯定是进了圣唐集团了 他们为什么会进入圣唐集团 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这些事情李高楼并没了解 实际上他现在也没多的兴趣 此时此刻的小李同学 只知道这四个人 一定能帮到自己 关上门 李明阳看着李高楼问 李先生 你到底想怎么样 如果不是对李高楼 有着深深的忌惮和畏惧 李明阳肯定就动手了 李高楼很平静 啊 就帮我做件事 适从之后自然有你们好处 他相信这四个人一定会答应自己 否则的话 那他就把他们四个人的身份 告诉唐大副啊 那个时候 唐大副肯定会想办法进行调查 弄清楚他们出现圣唐集团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 果不其然 李明阳深吸了口气 什么事情 他自然也清楚啊 李高楼站着绝对的主动 李高楼看似很随意的说了一句 唐华灯的怪病应该还没好呢吧 顿时李明阳几个人的脸色就变了 他们没想到李高楼居然会知道这件事 最近这十天左右啊 唐华灯那怪病已经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程度 如果不是李明阳如今是唐华灯的司机 他们也不可能会知道 毕竟啊 唐大副把消息完全封锁了 禁止任何人传出去 你怎么会知道 我怎么知道的并不重要 找你们来啊 只是想做一件事 就是呢 告诉唐大副 我可以治好唐华灯的病 全天下也只有我能够治好他的病 但是呢 我需要四十个亿 事实上 他本来就是为了钱的 所以小李同学没必要隐瞒什么 而且这笔生意就看他唐大副要不要做 是钱重要还是儿子重要 这比绑架他儿子来的省心省力的多呀 一旁的苏珊没忍住 小嘴微张 四十个亿 李明阳跟张征三个人也都是差不多的表情 然而李高楼啊 根本没必要和他们多说什么 这场谈话就此打住 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等待 想来这四个人一定会非常卖力的帮自己劝说唐大副 到时候啊 等着收钱就好了 关于唐华灯的病 李高楼还真没吹牛 事实上 唐华灯的这个怪病 也就只有他能治了 因为之所以唐华灯会对所有的犬类产生致命的诱惑 那就是李高楼在生死部上做了修改呀 所以要治好他的病 那对于别人来说是难如登天 对于李高楼来讲非常简单 那大笔一挥的事儿嘛 跟李明阳他们分开之后 李高楼本打算去见一见林涵 然后了解一下那家饭馆的事儿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叶琉璃找到他了 在李高楼之前从京市离开的时候 他就知道那场格斗交流赛 当时因为李高楼赶着去往东海 所以这件事儿啊 也没时间去详细了解 而就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 这场格斗交流赛 上升到了之前任何人都没想象的一个程度 京市大学 已经有十几名学生受了重伤 而这场比赛依旧没有结束 那帮校外的交流生 已经张狂到在衣服上写上了一句话 打遍华夏 无敌手 入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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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